HELLO 歡迎來到本週KISS一把照之發燒培行榜 我是美哥 大家好我是小林 很高興可以在空中對不對 而且也可以用影像跟所有的朋友們 還有網友們見面 是的 好啦現在是六月份了 有沒有覺得今年 哇這個六月一到好像整個天氣都好像翻了一 沒有啊四月就很熱了 是可是六月份連續幾天好天氣是讓大家都嚇到了 每一天都破30度 對不過呢我覺得很多男生女生都可以感覺到 哇夏天來了 然後男生會覺得很高興啊 為什麼 因為陽光沙灘 重點是最後那個吧 沒有 重點是比基尼吧 就是男生很高興女生夏天都穿很少 對夏天來了 可是女生都很困擾 因為女生除了要減肥才能穿很少之外還要防曬 可是你覺得夏天我覺得慢慢很多人都會又恢復以前的身材 是因為太熱反而吃不下 然後也是 對然後慢慢的 好就回到以前這個苗條的身材 或是男生精壯的身材之外呢 我覺得最近的太陽真的好毒啊 好我們這邊也請我們的這個美白大使 就我黑成這個樣子 沒有 教你如何就是防曬 就是可以把皮膚弄得跟我一樣黑 沒有 這是負面教材 然後他以前就是沒有做好防曬 所以變這樣子 對現在開始細細的研究如何防曬 就是今天可以分享給大家 呲事實上每個真的白很多啊 哪有啊 有啊你看你的牙齒好白 謝謝 對對對 眼球也蠻白 眼球也蠻白的有 好啦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實呢 在夏天很多女生會出去 比如說跑業務啊做工作啊 通勤那是難免一定會曬到太陽 那該怎麼辦呢 你知道嗎其實防曬有分兩種 哪兩種啊 就一個是物理性防曬 一個是化學性防曬 等一下這個男生完全都不會懂的 對你們根本沒有在防曬啊 對啊我們常常在路上就看到男生你知道 就是穿一個背心就跑一跑去 騎著摩托車或怎麼樣 結果呢 然後回家脫掉就變成一件新的背心 對 超棒的 或者到沙單上看到 哇那個很比女生還要明顯 有時候也覺得 欸太沙了吧 對啊 所以男生其實也應該要防曬 欸多多少少 如果說螃蟲在外面跑的話 真的也要再注重一下防曬 而且太陽曬太久 事實上對你的皮膚也是有影響的 對 比如說皮膚矮啊到後面 如果常常是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就要來講講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喔好 對一個是物理 一個是化學是什麼意思 物理其實就是用最簡單的原理 就是比如說你多穿幾件衣服 喔 或者穿長袖 穿襪子 帶墨鏡帶帽子 那個叫做物理性防曬 是 然後化學性就是你塗塗抹抹 就是你可能擦防曬油 防曬煮等等 對那這兩個呢 其實有專家說物理性防曬 其實是比較有用的 比較有用 就是多穿一件衣服 或是把它遮住 對 對 那現在有很多衣服是抗UV材質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喜歡物理性防曬 為什麼 我要去沙灘我看到一大堆人穿的 包的跟 你就包你自己就好 你就看別人啊 可是 喔OK 是不是 我覺得男生可以用物理 男生都以為你是偷窺狂 沒有沒有沒有 男生用物理性的 女生一定要用化學性的 是是是 如果女生你知道 好的身材要展現一下 對啦 穿個比基尼對不對 還能夠讓這些你知道豬哥得逞 對 不是豬哥 我覺得好美麗 美麗的東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世界會更加美麗 好啦那我就跟女生說說 如果我們要用化學性防曬 要怎麼選 等一下我問一個問題 老師 請問一下我常看到什麼 係數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請問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呢 比如說我們在選防曬乳上面會寫 比如說PAA 然後三十加加 三十什麼意思啊 對三十的意思就是 其實它大概跟你需要補防曬的時間 是一樣的 對就比如說你 你擦了係數三十 那你可能出去太陽光下 三十分鐘你要補第二次 哎好麻煩喔 三十分鐘要補第三次 蛤 所以你就可以看那個係數 大概決定你要補的時間 可是我可不可以 為什麼他們不出一個 這六百那種之類的 不行 因為你知道台灣的那個衛生 什麼什麼法 化妝品等等的那個法 有規定就是最高只能50 對 最高防曬係數大概到50 對台灣規定就是50 但你在國外可以買到更多 可能有90的 好 不過那個應該是膚色 跟那個人種的關係啦 而且化學東西塗太多了 事實上對身體 你可以學到這個耶 嗯哼 所以最多都可以抹50 50分鐘之後還要再抹一次 然後你可以選那個PA++的那個加速 比較多一點的 那個是什麼意思 通常是抗那個紫外線的程度 比較好 哦 我了解好多 對因為你除了要時間耐久之外 你抗那個 抗的那個程度每一瓶也都不太一樣 OK OK 嗯哼 我們看到我們的攝影師點頭如搗蒜 他超白的耶 對對對 你要不要自拍一下 超白他都沒有在防曬 OK 然後女生看他都很氣癢癢癢 好啦 如果我覺得夏天防曬蠻重要的 尤其是愛美的女性 是的 但是有的時候這個常常在外面工作 每天都要日曬的男性 有時候也可以做一下防曬 不管是用物理性或化學性的 對呀 天天在裡偷擦啦 如果你覺得出來有點不好意思的話 但是還有很重要的 多補充水分 對不只是防曬啊 每天一個人至少要喝個 一千五一千八CC了 太熟了啦 甚至到兩千五百CC 尤其夏天 因為最近有很多呢 什麼毒澱粉啊 什麼的 然後其實醫生說多喝一點 你可以夏天喝到三千都沒關係 好 多喝水 多喝水沒事 沒事多喝水 是的 然後沒事也要多聽音樂 沒錯 我們今天也準備了三張專輯的 介紹給大家 而且都是新進榜的 好聽的歌曲 好我們先介紹的是 本座華語榜第20名 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 張正月 是的 我們知道張正月的音樂都蠻堅的耶 他不管是那種搖滾啊 然後或是他歌詞有時候蠻勁爆 而且他也出過電音專輯 不過這次張正月呢 他的專輯的賀特 反而是民謠的曲風 好像有一點想要回歸那個 最原始的 對很自然的 對對對 所以呢他的專輯叫做 我是海雅古墓 海雅古墓是誰 海雅古墓是一個人名 海雅古墓聽起來很像日文 對 海雅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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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常常看的影片裡面 會有這句話吧 怎麼樣 沒有沒有那個都是一袋一袋摸一袋 喔OKOK 海雅古墓是 我們有什麼策略 你怎麼怎麼知道 逼我講出一些限制級的話 沒有啊 日文卡通不行喔 好 好 好最近介紹的張正月 海雅古墓是叫阿美族的名字 對 不是日文 好雖然他前面三個字間 聽起來好像海雅古有沒有 海雅古墓 是他的原住民的名字 他是阿美族 太可愛了 對啊 而且呢他的這個專輯裡面 這次是出一張EP 三首歌 三首歌 都很好聽耶 對不管是有這種輕快版本 或是一些抒情歌 都收錄在裡面 而且一進榜就成為華語榜 第二十名 剛進榜而已啦 所以能慢慢名次還有可能 往上爬這裡 請大家期待一下 然後他這一次的專輯 就是寄來的時候啊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原始 就是他是用一個很簡單的 A4值 就介紹今天的歌 他說他17歲就出道了 對 所以他就是也算是看盡 你知道演藝圈很多的一些擺態 然後他覺得這個時候 他應該可以寫一張 回歸他自己的專輯 所以他就把他的專輯名稱 取為就是他原住民的名字 海雅古墓 然後呢有一首歌 他就是在講現在世界上 我們就為了錢啊 為了利益啊 就不斷挖石油 然後不斷破壞我們的環境 然後不斷的鵝魚裸炸 對 所以適合這首歌叫做 坦克於跑車 坦克於跑車 沒錯 很好聽 好 那他的這個新的EQ 各位可以去上面選購一下 或是線上直接就下載 對 當然付費下載是很重要的 對 希望他趕快發專輯 是很快了很快了 好OK 接下來呢是 哇 本週一進榜在華裔榜 跳到第二名的亞軍位置耶 哇 不簡單啊 在這裡 在那裡 可是剛剛是他的那個 外面的 外面的套 我就覺得就很有那種現代 未來感 因為他給大家的感覺就是很潮對不對 對 就是那種流行教主 好 他本身之前也有投資服事業 很會畫畫 他的聲音 不 不過他在主持方面很棒 他的聲音也很好聽 對 而且很特別的是他的外面 就很有趣 外面 他的穿著打扮 就是內外兼具的意思 對對對 好他是小鬼黃紅生 好黃紅生你這張專輯呢 事實上也請到了這個金曲的製作人 阿基亞 是的 超有感 超有感 我真的聽到他裡面的歌 真的很有感覺 很好聽 因為他很多的這個歌曲 他是用 完全用假音唱 對 跟以前的這個唱法不一樣 我覺得他用假音唱比較好聽 就是我覺得這張很好聽 因為他就用假音唱 有點那個 用那個假司定的感覺對不對 就有一點 我覺得男生用假音唱歌 如果可以唱得上去 我覺得那很性感 是的 所以我找到一次用假音講話 應該是滿性感的 你好像在帶子喔 好可怕 不畏 收 什麼 就再給大家一些親情 哈哈 對卡 哈哈 過來了 過來了 太好笑 你在節目上模仿嗎 拜託 不要 可以嗎可以嗎 這個影片比較有正當性 我不會叫你賈斯汀 我不會叫你三太子 討厭 好 來啦 超有感 這張專輯借給大家一起 華語榜一進榜成為第二名 你今天也很有感很棒 對 然後這張專輯很特別的是 它裡面除了歌曲名字 有超有感之外 還有一首歌叫做超好感 然後還有一首歌叫做超級煩 OK 都跟超有關 都可以送給你耶 超級煩的 對 好啦 恭喜小鬼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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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得出來啊 我咬死 好啦 不過裡面的造型都很可愛 大家喜歡小鬼的人趕快去買 好啦好啦 好 來接下來第三張專輯 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張日文專輯 它是King Kids G7小子裡面的成員 不過它一向是以創作 而且只有自我的風格註稱 是的 唐本剛 是的 最近推出的新專輯叫做 翻唱和馬 嗯 什麼意思 和馬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翻唱的基本上英文叫做Cover 然後呢 和馬的日文音又跟Cover很像 所以呢 它是把這個翻唱專輯 因為它是一張翻唱的專輯 所以呢 然後又跟日本的和馬這個聲音很像 所以叫做翻唱和馬 噢 取諧音就對了 對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這張專輯 特別的地方是 裡面有它十幾歲的一首創作 重新編曲之外呢 它也把它第一次買的 對日本的單曲喔 的歌曲重新再翻唱 好有意義喔 很有意義 而且它在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還有成為歌手的 成為藝人之後的一些好聽的歌 包括了這個 美夢成真啦 那還有其他日本歌手一些 對它有意義的歌 重新再詮釋一次 是的 好 像藤菌玉米啦 還有維其風啊等等 裡面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然後用唐本剛的方式來詮釋給大家 而且它好可愛 它的封面它就帶了一個河馬的頭 欸它最近接送媒體的訪問 這個很希望 好可愛喔 再回到台灣來喔 跟台灣的歌名 它用中文講喔 它說很期待跟大家見面 很想念台灣 很有心 對 好啦唐本剛的翻唱和馬專輯 哇在東一行榜 不簡單不簡單啊 怎麼樣 空降冠軍 恭喜它 而且我覺得它轉型算是很成功的 是 然後這張專輯裡面你完全看不到它的臉 全部都是河馬 河馬坐在河邊 就是聲絲啊 或是盪鞦韆 好可愛喔 好啦OK啦 他們剛剛其實上它的才華 已經受到很多觀眾的肯定了 而且它的名字換過好多遍了 是 它有叫過好多不同的音 對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它的這個好聽歌曲 還有這張是翻唱的專輯 雖然沒有它的創作 但是重新的詮釋 我覺得滿有味道的 是的 好那麼今天三張專輯介紹到這邊 我是強妮 我是美哥 我們下一次Kiss一把照繼續在空中 還有呢在鏡頭前跟各位見面 還有在天井 我們會邀請三太子來擔任特兵來賓 哎呀 還有 拜拜 哇 呵呵呵 笑